中国二十大进行当中 那么全世界反习声浪也遍地开花 美国洛杉矶市政厅外出现了抗议部条 此外日前英国曼城发生了 替民主人士遭到殴打的事件 动手的疑似是总领事郑熙元 以及副总领事范印杰等总共四个人 学者认为这就是民族主义对习近平的反噬 照片中的天桥上挂着白底红字的部条 上头写着抗议标语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不要中国要解体 不要广东要越国这两句 这是在美国洛杉矶市政厅外出现的抗议部条 矛头当然是对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有人呛响广东要独立 此外洛杉矶与加拿大多人多的中国领事馆前 都出现大规模示威活动 为了就是声援中国二十大之前 在北京四通桥挂上抗议部条的意识 彭力发 北京当局事发后火速封锁相关消息和敏感词 并聘看桥园全天候监控 但民怨还是挡不住 包括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多处公共厕所内 出现反独裁反核酸等标语 西安等地的公共场所 也出现大量抗议海报和喷漆 共享单车除职机上 甚至还有字条写着 习近平你爸要你倒战下车 但中方不但不当一回事 甚至还变本加厉 16号一群香港挺民主人士 在中国入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抗议 却被拖进领事馆殴打 动手的就是总领事郑锡元 副总领事范映杰 领事高临架 参赞陈伟等四人 曼彻警方强调会立案调查 中国战狼如此脱续 却得直言这就是民主主义 对习近平的反噬 当然是反噬的状态 就是说你把调子拉得这么高 中国现在处于高压的压力锅 这个压力锅什么时候会炸开来 我们不知道能够预期 这个整个中国的可能会加大 加重整个管制的手段跟力道 可能也会紧缩整个包括媒体 包括网络的监管 透过这种方式让这些化整为零的 这种这个星星之火 他没办法串联燎原 学的分析即使中国祭出强硬镇压手段 二十大之后 类似的抗议声浪不会停止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